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分享了狗狗的心脏病检查 今天就是下集啦 下集的心脏病检查大解析就是要来聊聊 我们的喵星人的心脏病检查 究竟喵星人的心脏检查和汪星人有什么不同呢 家里有主子的奴才们要仔细听这一集哦 让我们一起听下去 好 那很快的我们要来聊聊 我们今天的喵星人的心脏检查啦 不过在聊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复习一下 我们上一集狗狗的心脏病检查大解析 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就是 心脏病检查其实有一个厉害的近三角嘛 就是有X光 然后心电图 还有心脏超音波 对这三项 然后是各司其职的一个三个检查项目 然后可以去看出 现在这个狗狗的心脏 有什么样子的状态 斜检的部分的话就是其实是看他们的其他的功能的部分 有没有受到心脏的影响嘛 没错 对 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聊到 看完上一集你听的有听进去 哈哈哈 我很认真耶 很好 太棒了 做功课 大家有没有记得 要跟我一样哦 嗯 好 那今天就要来聊聊我们猫咪的部分了 对 因为猫咪好像 一直听如医师说 猫咪的心脏真的很不一样 还是说其实他身体就是很不一样 应该对 整个猫病 猫的疾病都跟狗很不一样 哈哈哈 对 这样呢 猫咪的疾病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名言 就是猫不读教科书 哦 就是一直说我们在教科书上面看到的 说猫的疾病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 实际猫它都不知道这样走 哈哈哈 是哦 有很多的意外跟惊喜 那心脏病 我觉得某个层面也是有点 有点这种感觉 天哪 这么难以琢磨 嗯 哇 糟糕了 所以举例来说 像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在狗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心脏检查 初步的筛检 就是透过听心杂音 嗯嗯 对 听诊 去评估他到底有心脏病 所以在狗可能你心杂 有心杂音的狗基本上都有心脏 大部分九成以上都有心脏的问题 或者说反过来讲 九成以上的心脏病也都有心杂音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心杂音 基本上你可以有90%到95%的信心 去排除他可能是没有心脏病的 就是我们最后有提到有一些些 很少很少的心脏病是没有心杂音的心脏病在狗狗 对 但是那个很少 但在猫咪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猫咪 嗯 可能健康的猫咪 可能你就会有三到五成的机会 会听到心脏的杂音 对 但在听到心脏杂音的猫咪的里面 可能只有一半是有心脏病的 对 另外一半其实 那在猫有可能会有所谓的良性的心杂音 哦 对 就是它是可能因为心跳很快 嗯 它会 它就会导致有一些心杂音的产生 嗯 所以在猫听到心杂音 可能 我通常会跟施主讲就一半的机会有心脏病 一半有可能是所谓的良性心杂音 嗯 所以听到心杂音就不一定就代表一定有心脏病 嗯 那反过来讲 没有听到心杂音 也不一定就是没有心脏病 可能也许也 可能没有到一半一半啦 可能也许 呃 可能也许 可能会有两到三成的机会是还是有心脏病 就是它 这个心脏病 因为像在猫最常见的心脏病是一些心肌的疾病 嗯 但那些疾病确实不一定会造成心杂音 所以很有可能它 有心脏病 但却没有心杂音 是在猫的比例比狗很高 非常非常的多 嗯 对 所以其实在猫跟狗的第一个初步的筛检 就很不一样 嗯 基本上可以用听诊 做一个很很准确的初步的筛检 但是在猫就完全不行 哇 就是听诊 有听不代表有 没听也不代表没有 对 所以在第一步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跟困难 对 那这样子 怎么讲 会说 那干脆不要做这个算了吗 会会这样子吗 呃 还是还是有差啦 对就是像我们 呃 医院前呃 去年发表一个研究 我们就是针对健康猫咪 我们去做一些心脏的筛检的检查 就有发现 呃 听到心杂音的猫咪 它有心脏病的比例 还是会比 没有听到心脏病的高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也许听到心脏音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确定你眼前的这一只猫有没有心脏病 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归类在一个比较容易有心脏病的族群 嗯 对就是你可以筛 透过听诊可以筛选出一群更容易有心脏病的毛咪 所以你在那个状况下去做其他的检查 你诊断的准确度可能也会提高 你会 或说我们还是会建议 因为在猫的心脏病 特别假设它没有症状的话 很难发现 嗯 所以如果有听到任何可能有指向心脏病的症状 像是心杂音 或是一些 呃 心率不整 或者说在猫还有一个特别的叫做奔马音 就听起来 很像是马在跑那种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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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会建议要做后面的检查 去确认一下 它这个心杂音到底是良性的 还是是真的有问题的心杂音 嗯 因为其实就听诊本身很难区别 是良性或是 或是 或是真的有异常的 对 所以还是会建议要做 进一步的检查 后面的后续的检查 去确认一下这个心杂音的 的来源 所以听诊我觉得还是 可以当做初步 只是说它的那个 检查的 呃 效力跟准确度 跟狗相比 确实是低很多 嗯 就没有狗狗来的那么高 对 但是确实还是我们 临床上很好 第一步 去探索心脏的第一步 对 嗯 那他们 呃 我们刚刚提到 狗狗的心脏检查这些 那跟猫鼻跟狗狗的差别 在哪边呢 呃 除了听诊以外 另外还有一些差别是 在狗我们上次有讲到 其实厌血 比较没有针对心脏的 血液的检查的 对 那在猫咪的话就有 就有一个 呃 NT Pro BMP的这个 检查 嗯 那这个检查主要 它是 验一个身体的一个 一个 一个物质 在心脏有扩大 或心肌有受到压力的时候 它就会升高 对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物质的升高 就知道 哦 心脏可能有点 问题了 哦 对 那所以目前在台湾 也都可以做 这个 这个 这个的检查 嗯 对 那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 呃 针对台湾的猫咪 做这个检查的调查 那所以原则上 这个是 透过抽血 嗯 去筛检 那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送到国外 呃 的 的实验室去 实验室检验 那另外一个是可以在 医院做快筛 哦 可能十分钟 就会有快筛的结果出来 那 使用的时机 通常会分两种 一个是 呃 急诊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快筛 去确定 假认识我是阳性的话 就是过去的研究报告 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有呼吸困难 或是喘的这个症状 加上阳性的这个快筛 很有可能这个症状 就是心脏来的 嗯 机会就很高 嗯 那如果是阴性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去想想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这样子 嗯 那所以这个一个使用的时机 是在急诊的时候 可以使用 嗯 那另外就是在 可能是没有症状的猫 你要去检查 它有没有心脏病 嗯 的时候可以去使用 嗯 对 那但是它的 在这种状况下 使用的话 我们目前就我们所知 是它的呃 敏感度 相对是比较低的 就是没有症状 就没有阴性 不一定能够完全排除 嗯 它没有心脏病 但是它的特异度是高 就是你验出阳性 大部分都是有问题 嗯 所以在如果是一般的 这种健康的筛检 去做 你用快筛去验的话 可能它 验到阳性的话 就会强烈建议 你一定要做超原波 嗯 不管你有没有听到心杂音 去做筛检 对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研究也有发现了 你如果是有心杂音的猫 去做这个快筛的 那个准确度 也会再提高 嗯 敏感度也会提高 对 所以其实听诊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你 通常我们就建议 有听到心杂音 嗯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快筛 去 去判断 它有没有一定要需要 做超音波 嗯 的这个检查 对 所以通常快筛 就是是在 可能你当下不一定有 超音波的机器 或是扫描的设备的时候 你可以先做这个检查 去确定 需不需要去 转诊到其他医院 做一个 心脏检查 对 对 我刚刚就在想说 那既然他这么 因为像 可能快筛就比较快 因为当下可以知道 对 那刚刚律师提到 另外一个是 你还要送到国外去做检验 对 对 我就想说 那既然等待那个时间 那何不就去做超音波 其实也是 所以像在我们医院里面 其实我们很少做快筛 嗯 因为在我们医院可能 我们做超音波比快筛还快 因为快筛可能十分钟 但他那个试剂回温要三十分钟 所以做完大概要 加上抽血 可能就四十分五十分 但是在我们医院 因为超音波就是在隔壁 嗯 然后我们 扫超音波的技术 也在猫咪可能乖的话 可能也许 嗯 半小时内 我们一定 可以扫完 嗯 对 所以其实某个层面来讲 在新船 我们 扫超音波比快筛还来得快 对啊 而且说真的 就是在猫咪的话 最终的诊断还是要靠超音波 因为我们就要看到 他心脏里面的 样子 对 所以快筛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他的心脏病的种类 嗯 或者是说 严重的程度 他可能只能告诉我们说 他很有可能有心脏病 或他 心脏病的机会 的风险比较低 对 所以通常快筛完 阳性还是要做超音波 嗯 去做确认 不能透过 因为快筛阳性 就开始给药 或是说 给一些治疗 是不是那么恰 还是要透过超音波 哦 来确诊 但是快筛 所以快筛比较常使用的 时机点 就是 呃 可能当下没有超音波 嗯 可以 这个 确诊 或者没有办法 扫超音波的状况下 也许还是 相较于 听诊 快筛还是会比听诊 再来得准一些 哦 了解 可以搭配 来使用 所以快筛 对 如果你都一定 已经要扫超音波了 是否 你已经确定要扫超音波了 那是否还是要验个快筛 我就觉得 也许就不一定 嗯 但是如果你在挣扎说 呃 到底要不要去扫超音波 因为超音波 费用比较高 那你要想要确定 你这个钱 有花在刀口上 嗯 那也许你可以先做一个快筛 那如果 嗯 它结果是阳性的话 那我可以 很有自信告诉你的钱 应该就是有花在刀口上 就是它真的会需要 而且通常阳性的猫咪 超音波通常我们都可以 扫出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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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出来 嗯 那如果像是在超音波 刚刚讲超音波 那X光呢 对猫咪 因为狗狗来讲 可能就是它会需要 它就给看出心脏的大小 还有肺的状况 对 那猫也是吗 呃 X光也是不太一样 X光因为猫咪的心脏病是 比较常见是心肌的问题 嗯 它的肥厚 我们会说是向心的肥厚 它是往里面厚 所以确实有可能 它的心脏 其实已经有肥厚 但是X光的外观的轮廓 还是正常的 所以在猫咪也 对心脏的疾病的侦测 也没有 X光 也没有狗来得那么的敏感 对 但是 所以猫咪 然后再来就是猫咪 假设它是肺积水的时候 它的 在狗狗的肺积水啊 它有一些特定的位置 譬如说是右后叶的肺叶 容易变白 那我们就知道 哦 这跟心音性肺积水很有关系 但在猫咪的肺积水 心音性肺积水 可能在任何地方 就是 它可能长得跟肺炎的肺积水 或者说气喘肺积水的 的静润是很像 就是 有时候 也不是那么难 定位去判断 对 但是猫咪的X光 确实我们拍 大部分还是主要是为了 看有没有肺部的 的问题啦 它针对 心脏大小的诊断的效力 可能 还是要靠超音波 对 所以其实在猫咪的心脏检查 刚刚讲到那个 金三角 对 X光 新音颅超音波 里面 其实超音波的比重 确实就会比狗狗来得高 我们会很依赖 超音波的 的检查的结果 去帮我们确定诊断 跟评估它的 严重的程度 这样 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 差异就蛮大的 跟狗狗相较起来 每一个项目的 检查的方向都完全不同了 对 那如果我们要像 按照狗狗刚刚那样子 如果是它是第一次来 然后它没有症状的话 那猫咪的主人们 可以怎么样安排呢 一样是拳套给它做下去吗 对 如果是猫 如果是猫咪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看它的年纪 来决定 因为像有些研究还是有说 老年的猫心脏病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如果是10岁以上 因为 的话我们通常 就会 如果真的 它四组是很想要确认 有没有心脏病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会建议 要做拳套的检查 就是X光 新音颅超音波 加听诊 就我们不管听诊 有没有听到心脏音 我们都会建议做 全套的检查 对 那如果是年轻 相对比较年轻 可能三四岁五六岁 想要做检查的话 我们可能 也许初步还是可以先 透过听诊跟X光 去判断它 有没有可能有严重的 心脏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 确定 有没有心脏病 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要做到 心念图跟超音波 我们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 所以有时候也会看取决于 看它的检查的目的 就是如果它真的 试图很明确 就是说我要百分之百 知道它有没有心脏的问题 它就是全做到超音波 我们才能够给出这个答案 但它如果只是想要知道说 它有没有严重的问题 或说它现在的这个症状 跟心脏病有没有关 也许我们 然后它年纪又 没有很年轻 不是我们常见的年龄的话 那也许还是可以先透过S光 做一个初步的排除 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 有严重的心脏问题 这件事情 对 那刚刚提到年纪 那品种会有关系吗 品种的话 我们目前在猫咪 有那个官方认证 就是研究认证 有一些 有基因的缺陷 可能会导致心肌病的 就是布偶猫 跟免婴猫 对 那这两个 都是大猫 对 都是大猫 然后它们 是有证实说 它们有些基因的缺陷 所以比较容易导致 肥后心的心肌病 对 所以如果是以 这两个品种的话 有些 有些家长会 就是小时候就带来 做一个筛检 对 特别是如果 有想要它们生小孩的话 就是会建议 可能就是要定期的 做筛检 去检查出 它有没有心肌的 这个问题 所以那时候 可能就会定期的 会做比较完整的检查 去看 它们有没有 因为它们等于就是高风险 就是风险越高的病患 可能我们就会建议 要做更多的检查去 更详细的检查去 确认它 有没有心脏问题 对 因为狗狗提到 有症状跟没有症状的检查 那猫咪的话 也会因为这样的不同吗 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 没有症状 对对对 所以现在讲有症状的话 如果是有症状的话 我们也会看它 当下症状的严重程度 就如果它当下真的是 正在发生 可能呼吸很喘的话 我们刚刚上一集 其实有讲到狗狗 我们可能会先拍给食官 看我们肺积水 但在猫咪 其实我们也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猫咪通常 我们会先做一个 超音波的快速的扫描 那这时候扫描的重点 也不是心脏 其实是要看它 有没有胸腔积水 对因为在我们医院 猫咪其实还蛮常 心脏衰竭的话 是因为有胸腔积水 就是那个水是积在 心脏跟肺的外面 但是胸腔的里面 对那跟肺积水的差别 就是肺积水 我们没办法把它抽掉 只能用利尿剂去把它排 但是胸腔积水 因为它是在 心脏跟肺的外面 胸腔里面 其实是有些空间 我们可以用一根针 去把它抽掉 所以透过超音波的检查 我们比较能够快速的看到 有没有胸腔积水 更敏感的看到 有没有胸腔积水 跟它的量 跟我们可以抽的位置 在哪里 对反而这时候 拍S光 可能你就会看到整片肺 整片肺都因为胸腔积水 都变得很白 我们可能可以确定 它有胸腔积水 但是没办法确定 要从哪里抽 或说需不需要抽 而且拍S光 通常对猫咪来讲 也是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 如果它真的在喘 有症状的话 那就不建议拍S光 反而让它趴着 然后我们快速 超音波扫一下 有没有积水 这是我们当下会做的 所以这是急诊的状况 如果它当下是没有症状 但是在家里有症状的话 通常如果它的症状是怀疑是心脏的话 我们也是会建议做全部的检查 就是在猫 通常在猫建议的检查 都会比狗再更完整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 真的还是要做到所有的检查 我们才能够百分之 才能够有比较高的信心 去确定它到底是不是 心脏的问题 就是即使它有症状的话 其实还是都是做完整的 去追踪会比较好一些 没错 然后我还想到一个 就是猫咪 还有另外一个很难的 就是有些时候 你的超音波检查 看到心肌变厚了 我们都会觉得 应该就是心脏有问题 但在猫咪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也有可能会让它的心肌变厚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做完的心脏检查后 又再做额外的检查 譬如像是常见的原因是 一个是高血压 就是高血压也有可能 让猫咪的心肌变厚 然后再来就是夹壮腺的 机能抗净 也有可能会让它的心肌变厚 所以有些时候 看到心肌变厚 也不一定就是代表 是原发的心脏问题 它也有可能是 其他疾病引起的 所以通常 我们有些时候在猫咪 我们还会做 其他检查去 排除一下 就是它的心脏 会不会是 其他的疾病去引发 那最常见的就是 高血压跟夹壮腺 所以会凉血压 跟验血 会验夹壮腺 如果我们有看到它的心脏 有一些肥厚的状况的话 哦 了解 所以有的时候 有看到就是 可能扫完超一波 就想 哦 那还给四组了吗 那医生就说 等一下 让我帮我量一下血压 对 就是要做这个部分 我们会要排除一下 所以猫就很调皮 就是 一下我有心脏病 又没有心脏病 你看到好像我有心脏病 但其实它又不是心脏病 就不是这么讨厌 真的就是 会在诊断上会比较曲折一点点 哦 原来是这样子 难怪 我想说有的时候 那个血压测量 就是 因为可能你们的小剧场 正在上演 所以我们才知道说 你们现在上演 那哪里了 就好像医生 哦 要量血压 好 我们就去量血压 但是不知道说 其实你们在想的是 这一个部分 这样 哦 所以 那刚刚 那另外一个 假装性的部分 就是要靠 验血 对 那就是抽血检查 当然也可以 透过那个摸 就是摸它的 甲状腺有没有肿大 来就是理学检查的时候 去摸一下它脖子的 甲状腺有没有肿大 来做一个区别 但是不一定 有些时候有高的 也不一定会肿大 所以 可能还是要透过抽血 来确认 是比较好的 猫真的很难捉摸 对 然后这边是老猫 老猫比较 10岁以上的猫 比较有机会 甲状腺有抗净的状况 所以通常 这个 这个检查还是 比较针对年纪大的猫咪 会做检查 真的是蛮难捉摸的 这个没有新人 对啊 事主不用 但可以理解这背后的 我们的思考的 但是带来做检查的时候 一样 我觉得跟 我们刚刚狗狗 最后的建议 就是 你只要详细的观察 在家有没有症状 因为有症状没症状 对医生来讲 建议的检查 就会不一样 就是详细的观察 有没有任何的 心脏相关的症状 呼吸困难 呼吸变快 或者是昏倒 或者是体重下降 这类的 这些的症状 然后再来就是 你也可以很明确的 告诉医师说 你今天来做检查的 原因是什么 是想要去找出 症状的原因 病因 还是是 要来做健康检查 还是你是要做 麻醉检检查 或者是在猫有些时候 是因为住院 要打点滴 要给予疏医治疗 也会需要确认心脏 因为有些说 如果他心脏有一些 潜在的问题 也许还没有造成症状 但他心脏已经开始肥大 那打点滴 可能会造成 他的心脏的负担增加 反而会出现肺脊髓的症状 所以有时候住院 打点滴前 要做心脏检查 也是一样 所以就会 这些不同的原因 也都会 让我们建议的检查 会有些的改变 所以是主端 我觉得可能你们 不一定要知道说 要做什么检查 但是你们可以明确的 给我们症状的资讯 跟检查 跟你就诊的原因 我觉得就会对 医生很有帮助 那你们就可以 也是一样可以一起 讨论出一个 你们觉得 适合的检查 这样子 哇 像听起来 真的完全方向就不同 对 就是 要做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要下 接下来医生要做的 任何的下一步 都完全不同的方向 对 没有错 所以在约诊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比较 给我们多一些资讯 对 就是症状 跟检查的 就诊的目的 对啊 这两点 那像激动的猫咪 做检查的话 因为你的猫咪 抓起来是挺狠的 对 所以 真的是 也是我们做猫咪检查 最大的挑战 就是通常那个检查 要做多久 其实就是取得 因为那只猫乖不乖 如果乖的话 通常就会比较快检查完 所以如果 当然我觉得 一个是在 平常在家里面 也许可以做一些的 训练或习惯 对 但是在猫 在狗有比较有机会啦 就是透过一些训练 然后教导他 唐号啊 然后做 做检查姿势 让他习惯 那个姿势测唐啊 对 但在猫好像 训练我觉得 有一定的难度 跟挑战度 你看他愿不愿意学 对对 所以在猫 可能比较直接的 就是我们也许在 检查前 可以给他一些 安神的药物 就是用药物 让他 痒一点点 就是 就是现在有些的药 可以在你检查前 两个 两个小时 左右 吃服用 然后也许会减少他 看诊的一些的紧迫 然后也会让他 当下检查的时候 比较 不会那么的 躁动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那个也是 很好的方式 所以如果需要的话 你都可以 跟你们的受医师 去询问 说有没有这样的 乖乖药 可以先背着 然后让你 让猫咪在看诊的过程中 比较 顺利 比较 安定一点点 对 这我觉得对他 对兽医 对世主都是好的 对 保护鼻子的安全 对对对 就适当的剂量 那种那个 那个药物都很安全 对 然后也不大会 影响检查的结果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考虑的 特别是 如果家里的猫咪 比较紧张的话 对 因为有些 我有听过 市主就会很担心说 他吃了那个药 以后会不会是 就是会有什么问题 影响生功能 或什么的 所以通常 你可以先跟 受医院 然后回家 先试试看 试试看 就有些猫 可能吃完 一个小时 就有感觉了 半小时就有感觉 但有些可能 要两个小时 才有感觉 然后或者说 同样的剂量 有些猫 可能可以维持 四个小时 有些猫 维持两个小时 有些猫 可能二十分钟 就没效 对 所以 这么快 因为要 那个药 还是有些 剂量高低 可以做调整 所以确实 也许 你可以在家里面 先 喂喂 喂喂看 做一下实验 看看这个药的 呃 剂量会不会太高 或是太低 对 然后来算好 就是拿一个黄金时间 我刚快出门 对 你算好你的 那个车程距离 加上检查的时间 然后 多久以前开始喂 可以刚好在他检查的时候 是安定的 对 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 就是 自主太早喂 然后结果 一来的时候 后诊的时候 很有效 超ㄎ 然后到时候要检查的时候 就醒了 对 不然后诊时候 就是检查的时候 很激动 然后说 有没有喂 说有喂啊 然后检查完 在等报告的时候 开始ㄎ 对 就只有说 这个时间 没有算好 有时候还是会讲 所以 也许可以在家里 先练习 试试看 对对 可以抓一下 他的那个 作用 开始作用的时间 跟作用的长度 然后去算 配合好你的那个 之后看诊 检查的时间 对 这蛮重要 因为我有遇过 医生说 赶快赶快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我以为他要急救 又不是 他要醒了 赶快 对对对 感觉他快要醒 快要快要恢复理智 对对 他很凶 赶快 他觉得很好 蛮有趣的 对 那他另外也提到 因为我觉得 我也有被师傅问过 就是 嗯 他就说 我们家是猫咪要来做心脏检查 那他需要麻醉吗 嗯 对 但是我都是就回答 就不用啦 对啦 通常是不用到麻醉啦 就是我们 就是适度的 我觉得那个安 安神药 就是是 我觉得大部分的猫咪都可以的 对 那通常是不用到麻醉 但有些时候如果真的还是很躁动 然后我们一定要做检查 我们会给一点镇静药 就是可能用打针的方式 给一点镇定 但那个镇定通常是不需要插管 嗯 对 然后通常他还是会醒着 然后只是身体会软软的 嗯 对 但是通常不用到说麻醉 要他整个没有意识 然后插着管子去做检查 对 因为那个风险可能比 比比比那个 做检查风险还来的高 对 所以通常是不会 不大需要麻醉 但是可能 初步可以先从安神药 然后境界点可能可以 打一些 镇静的镇定药 对 嗯 去做检查这样 好 那如果说 就自己也想问 因为我们自己家毛 目前是没有心脏病症状 对 所以像他们的话就是 这样子的话是 也差不多跟狗狗一样 我们一年一次就好吗 做一个心脏超音波检查 我觉得 我就最久的在看年纪 如果是 十岁以上的猫的话 我觉得也许可以 满十岁的时候 做一次完整的检查 确定他 现在当下 有没有心脏的问题 对 那如果是 没有心脏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未来 呃 是否要每一年都做一次 我觉得就可以再评估 请医生评估看看啦 也许还是可以 每一年也许先透过听诊 跟S光去判断 他有没有严重的 问 有没有 严重恶化的问题 嗯 对 那如果你的 比如十岁那一次 你一 一塞出来 发现他 他就有心脏的问题的话 心肌开始有些病变 那我就会建议 可能也许 定期的超音波检查 就会是有必要的 嗯 对 所以呃 我觉得也会取决于 他的年纪 那如果是年轻的话 我觉得 呃 如果 当然你要很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我还是会建议 可以第一次 是做一个完整的检查 那如果 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那之后 可能也去 还是可以从 听诊跟S光 追踪起 嗯 对 然后 有症状 或是说 S光听诊 发现有变化 那我们再做超音波检查 去确认 对 所以第一次通常 还是会建议 做一个完整的检查 嗯 那会取决于 那个检查结果 来看 他的后续的检查 需要怎么样来做 嗯 好 那如果现在已经有在服药的 猫咪们的话 这样的回诊 是不是也是要比较定期的 去追踪啊 对 猫咪的话 有在服药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追踪 其实我觉得还是肾脂素 就是看心 呃 我们的用药 跟心脏 有没有影响 对 所以就是血茧的部分 对对 血茧的部分 嗯 然后也会取决于说 他之前 有没有积水过 他或说他的积水 因为这猫 比较不一样 是他可能是肺积水 也有可能是胸腔积水 嗯 都有可能 所以如果他之前是肺积水 可能回诊 呃 观察重点 但 呼吸次数是所有的猫 有心脏病症状的猫 都要量的啦 嗯 但是如果是之前是肺积水的话 通常回诊 也许我们会 PiS光去确认 有没有复发肺积水 嗯 那如果是 呃 之前是胸腔积水的话 可能就可以透过 超音波的扫描 去看他的胸腔积水 有没有变多 嗯 对 所以可能也会取决于他 之前的症状来源 是哪一种类型的积水 来决定他的 呃 心脏检查要怎么样去做 嗯 对 所以反而要 观测他的症状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我就常说 CP值最高的检查 嗯 不管是狗猫 都是居家的呼吸次数 哦 对 他真的是一个CP值很高 因为他基本上没有cost 就是零 对 只花你的时间 可以花可能几秒钟的时间 嗯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数据 去判断他当下有没有 呃 立即的心脏衰竭的 危险 嗯 跟症状 对 所以我觉得 居家呼吸次数 还是一个很好的 呃 观察 如果假设是 一直原本稳定的病患 那突然呼吸变快 嗯 即使你还没到你 例行半年的检查 或一年的检查时间 都要提早带他 回去做检查 嗯 嗯嗯嗯嗯 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 功课 对 我还记得有几次 我在柜台听到 那个医生就说 要记得做回家功课哦 对 我想说 是什么功课 哦 原来是计算呼吸次数 哈哈哈 对吧 当有时候讲功课 可能大家会比较认真的去做 所以要算一算 可能大家会忘记 要教功课 从小到大 我们那个被教育体制制约 就会觉得 对 对 那就是要来教 对 然后下次会是 哦 还是下礼拜三要教功课 对对对 哈哈哈 但是其实这样子的回馈 反而就是医生 医生也比较好追踪吗 对啊 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到 他们在家实际的状况 对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特别在猫咪来医院 通常都会比较紧张 所以呼吸都会稍微比较快 所以我们就会很想知道 他在家也是这样嘛 对因为 如果依照他来医院的话 那每只猫真的都 都有新衰竭的风险 因为他都很快 但是如果在家 呼吸是正常 我们就会知道 哦那可能他来 现在的呼吸可能只是 紧张快 不是真的在家有这样快 对所以我们 透过呼吸次数 或说次数的叙述 让我们了解 他们在家的状况 其实是 对啊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可能就会取决 假设 如果我看到他现在 在医院呼吸很快 我就会觉得 是不是要拍给食官 或扫个叙运步 看有没有积水 但是如果在家 精神食欲都很好 然后呼吸也都 很正常 那我觉得也许就 没有这个检查的必要性 所以确实会因为 大家的观察跟叙述 会决定我们今天 是要做哪些的检查 嗯嗯嗯 没错没错 好 那今天这一集的 猫猫的 心脏检查大解析 就到这边啦 那希望这两集的节目内容呢 都可以帮助各位四主 接下来呢 帮助自己的家里的猫孩 做心脏检查的约诊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清楚的方向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呢 还是要好好的 跟自己的受医师 有良好的沟通 一起找出能够帮助宝贝 呃的最好的 诊疗的工具 那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透过五星评价留言 或填写资讯栏里的 Q&A连结 跟我们联系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动物医院 339号Podcast频道 点赞我们的脸书 粉丝团 及追踪我们的IG 如果想要获得 更多的医疗资讯 或观看影片版本的节目 请上 新传动物院的官网 及订阅新传动物院的 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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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